上回书说到八锤两俭 倒同旗 秦琼带着大锤匠 来到了率台之上 跟罗承见面彼此实礼 就在这时候 突然间马他 乱零声音响 罗承望这率台之下一看 颖阳王杨芳 杨奕辰来了 杨芳怎么来得这么快 上回书 咱们说了 秦琼 带着手下人 冲进了同旗阵 秦琼用双剑打死了黑如虎 砸倒了第一根旗杆 这西边随盈呢 没有主将 就没敢轻举妄动 轮到秦琼带着大锤匠 来砸这第二根旗杆 西北随盈就乱了 首将李万中一看 中央旗杆上挂着黄灯 这是怎么回事 李万中莫名其妙啊 这个阵中怎么乱 饥黄是不是打开了 李万中阵守西北方向 他不敢轻易带着兵往阵中走啊 赶紧让手下兵将看住大营 自己担任毒计就绕到旗杆底下了 到了旗杆底一看 旗杆已然倒了 雕斗上的冰城都摔死了 李万中再一看中央的旗杆 黄灯笼还在亮着呀 不对呀 如果敌人进阵 雕斗上的人应该把黑白两色灯笼升上去 罗元帅不会不知道 这出事了 怎么中央旗杆不见黑白两色灯笼 坏了 李万中想到此处心中一哆嗦 难道说这有出事吗 不成 我得赶紧找老王爷去 颖阳王驻守在南方丙丁火 对 我马上去 李万中可不敢穿阵而行啊 要是走到别人的坊地 中了埋伏就没法向颖阳王禀报了 他只好顺着原路撤到阵外 从外边绕八卦 一直绕到了正南 这样呢 功夫就耽误了 简短节说 正北东北正东东南 这几员战将全都是这个想法 除了正东首将东方博 是派人前去禀报颖阳王 其余方面的主将 都跟李万中一样 从外边绕着 勾奔正南去禀报老王爷 杨芳杨一辰 此时杨芳正在帐中休息 他也听见了 东北方向咕咚一声 跟着又联响几声 杨芳不放心 走出大营 他抬头一看 中央旗杆顶上黄灯笼高瓜 心说呀 微声他十分相信罗城 所以他又返回自己的寝障 等了一会儿 又听见 这声音很大 为什么呀 李志进呢 正南的这根旗杆倒了 杨芳西说坏了 来人 当兵的赶紧过来了 老王爷 什么事 赶紧牵马过来 我要到镇内查看 当兵的给老王爷预备好了马 杨芳 陋思江任等 搬杆上马 刚要往前催马 李万中 马跑如飞 就来到老王爷的面前 老王爷大事不好了 童杞倒了 是啊 我也知道了 我这儿的童杞也倒了 不知为何 中央黄灯高挂 你且回去 带我到镇台观看 杨芳往前催马 走到半路之上 又听见西南方向 大咕咚 杨芳心说 看来那边的童杞也倒了 老王爷催马来到 帅台的正南 勒住了马 往帅台之上一看 罗城 正跟几个陌生的战家 在聊天 罗城 有人闯阵 把童杞都砸倒了 你为什么还高挂 黄色灯 哈哈哈哈 罗城站在帅台之上 一阵狂笑 干爹呀 我跟您实话实说吧 如今昏君阳广武道 民不聊生 天下处处 刀兵水火 大随朝 已然完了十之八九了 叫上阳州 这点辣头了 杨广设下御喜会 要害天下豪杰 老王爷 您是隋朝的亲王 您在东岭关 设摆同期镇 帮助杨广 办出这样 狠毒之事 老王爷 您这叫助纣为孽 不知实物啊 事情也是巧 您不请别人 偏偏请我父亲 来做这震胆 您哪知道 我的父亲 早已然返了隋朝了 我的表哥秦琼 是西魏的主帅 您再看这位 这位是开唐英主的 四儿子赵王李元霸 这位是西魏的 大将裴元庆 这个就不用我说了吧 我这大侄子秦勇 是我爹派里的 帮着我们捣毁 您的同期镇 看爹呀 我们这叫八锤双减 倒同期 您这同期镇 已然完了 不是有人说我 罗城市奸细吗 我正是奸细 这回老王爷 您全都明白了吧 杨奕臣听到此处 浑身颤抖 体似筛坑 望后一样 是呱唧 扑通 犹打马上就再下来了 罗城一听 老王爷嗷着一声 就知道老王爷背过气去了 借着灯球火把 罗城瞧得很清楚 来呀 把我干爹扶起来 接砸锤叫 过去拔个兵 把杨奉扶起来 盘上腿 倔杂锤叫 骂死前胸 老王爷杨奉 慢慢才哼哼出来呀 他睁开二目 再一看罗城 哎呀 天呐 我这同期镇完了呀 干爹 您说完了就算对了 我说干爹呀 罗城的话还没往下说呢 就听见有人高声喊嚷 罗城罗城 你拿命来 罗城望下一看 来的是谁呀 正是老王爷杨奕琛的儿子杨全忠 跨下马掌中金贝砍山大刀到 因为杨全忠一人得报了 他催马来到率台之前 看着爹地在地上坐着 爹呀 我把罗城杀了解心头之恨 罗城就跟秦琼说 表哥 您稍待片刻 然后腾腾腾下了率台 龙四江任等班杨上马 一抬腿摘下五个神飞枪 催马就来到杨全忠的面前 杨全忠 你敢跟我瞪眼 谁拿命来 你拿命来吧 看谁要谁的命 杨全忠确实是气坏了 知道自己不是罗城的对手 到现在就得玩命了 往前一催马 金贝砍山大刀 楼头盖顶 奔着罗城就劈来了 罗城马往前一带 你要看他的意思呢 好像拿自己的脑袋 找这金贝砍山大刀的刀头 这就是罗城的功夫到家了呀 我把脑袋给你 你砍 杨全忠也是气糊涂了 这罗城能不要命吗 你让我看 看 这刀石拍拍就下来了 罗城估计的杨全忠不能彻刀换室 武钩神飞枪望成一支 就在这金贝砍山大刀的刀盘的下边 枪尽的两个钩 望成一拖这刀杆 刷一划 杀手 杨全忠一看坏了 不杀手 不杀手不行了 这回呀 杀手都不行了 罗城这枪太快了 杨全忠刚一杀手 罗城这枪尖一然到了 枪尖上带热的钩 就把杨全忠右手的二指三指 两个手指给削掉了 大刀汤囊汤掉在地上 罗城一绕这枪 马往前一冲 武钩神飞枪这枪劲 正扎紧杨全忠的杜封 在里边怎么一祸呢 望出再一顿 就把杨全忠的肠子 肚子拉出来了 杨方杨一辰刚晃过来 睁眼一看儿子死了 哎呦 啊 普通老王爷又昏死过去 罗城在马上一晃身行 杨全忠啊 我让你跟我瞪眼 说这话挂枪下马了 腾腾腾脉 后一步又上了摔台了 来呀 把杨全忠死尸拉开 把老王爷给我撅过来 手下亲兵过去 二次把老王爷杨方杨一辰 撅着苏醒过来 杨一辰看着儿子的尸身 痛哭尸身啊 罗城用手一指 干爹 谁让您助手为孽呢 杨广是无道的昏君 您偏偏帮助他 您呢 这叫罪有应得 我看呢 你们东领官除了东方伯 一人之外 全都是古墓之人 杨风一听对呀 跑去东方伯 一个人明白 我们全都是瞎子呀 罗城用手指的杨方 老王爷 如果您要归降 咱们万事俱了 如果您不归降 今天我给您 开出两条道 一个是您拔剑 质问身死 您算对隋朝进了中了 另一个 您去找东方伯 您把东方伯叫来 我到底看看 他是怎么个三手将 哎呀 此时老王爷杨方 浑身哆嗦的 依然是没有气了 突然间听见 罗城说东方伯 当时老王爷 一口气上来了 好 蹭 老王爷站起来了 罗城啊 你让我去找东方伯 你等着 我把东方伯找来 他要不要了你的命 你也不知道 东方伯是何许人意 哈哈哈哈 老王爷 你去找 我在这儿等着他 杨方 强打精神 隆私将任等 班安上马 一催作祭 马走 鸾铃响 直奔 东方大营 去找东方伯 东方伯 干什么 东方伯 正在中军大仗外头 摆上酒烟 自针自饮 其实他全身 早已然配挂好了 旁边 战马也预备好了 刀也挂上了 因为他早已然看透了 罗城的阴谋轨迹 可是老王爷 执迷不悟啊 所以东方伯 就跟黑如虎商令 在西山口 射摆下一百名弓箭手 要给罗城添点麻烦 刚才探马来了 探马禀报东方伯 东方将军 您埋伏的弓箭手 可顶得大事了 大魔国几员战将 往里的闯 闯了三次 都没闯进阵来 好吧 太好了 太好了 东方伯心中高兴 东方伯在这 叫着菜喝酒 心说小罗城小罗城 你想捣毁 同旗阵 没那么容易呀 有我东方伯 就够你办的 他正喝着酒呢 探马跑来了 东方将军可了不得了 何事惊慌 我们探清楚了 来了一个使大锤的 这两只大锤 有桌子面这么大 就像影威一样 挡住了弓箭 敌人一人 闯进阵里来了 东方伯一听 双眉紧照 心说同旗阵算完了 紧跟着他就听见 传来一次又一次的 同旗干倒地的声音 哎 东方伯站起来 有心想到阵中看看 向影阳王禀报 虚实 摇了摇头 东方伯又坐下了 我现在去 恐怕影阳王 仍然不相信我 干脆 我坐等吧 我等着他前来找我 他望着一座 街巢喝酒吃菜 东方伯又好气又好笑 气得是杨方杨奕辰 不听我东方伯的 逆耳中言 让罗成一时得逞 笑得是罗成 罗成啊 你勾引西卫营的人回我同旗阵 你自以为得意 嘿 你可知我东方伯是何如人业呀 想着想着突然间听见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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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乱零声音响 东方伯一看 来的果然是老王爷 杨方杨奕辰 心说王爷 您来了 同旗阵完了 杨方来到东方伯面前 甩灯离岸下马 有人把马迹过去 老贤侄啊 完了完了 毁不听贤侄之言 罗成他 他是奸细呀 他到阵里卧地 把西卫人应进西山口啊 巴赶同旗都倒了 同旗阵回来呀 老王爷是放声大哭 东方伯伯雅如万把钢刀扎于肺腑啊 他不敢抬头看老王爷 贤侄啊 我是大错特错呀 看在你爹跟我一个头 磕在地上的份上 我 就是你的干爹呀 今年我已然七十有四了 我给你跪下了 说着老王爷 双膝望地上一跪 东方伯赶紧站起身形 把老王爷掺起来 眼泪是巴搭搭搭 一顿一顿望下掉啊 老爷子 罗承一来他就装逼了 我看出他不怀好意 后来他眼兵不振 他把您给迷住了 您要让帅位 我说且慢 我告诉您 罗承是奸细 那个时候 老爷子 您就应该问问他 问问我 为什么说他是奸细 我当然要说明原由 可是老爷子 您不容分说呀 还说我伤了你们爷儿俩的和气 我把肺都快气炸了 事到如今 老王爷 您明白过来了吧 贤侄啊 千不愿万不愿 愿我双瞎眼啊 而尽全中已然让罗承用枪给炸死了 看在我跟你爹的交情份上 帮助我去捉拿罗承 为全中报仇血恨 我是个老糊涂 贤侄啊 你就容我这个岁数吧 说着老王爷又要跪下 东方伯赶紧拦住了 老爷子 您也知道 我的父亲并不指望着 我在您东岭关当差拿梁 是您 见了我爹 苦苦的哀求 把我给请来的 事已至此 我后悔也晚了 您千万别着急 您先请坐 东方伯 让老王爷坐下了 老爷子 您看 这儿有酒有菜 您先喝口酒 压压惊 不是我东方伯说大话 这罗承的命 就交给我了 不过 我得先问您 问清楚了 您是要活罗承 还是要死罗承 还是要半死不活的罗承 老王爷端起一杯酒 一饮而干 定得定神 贤知啊 许他不认 不许我不义呀 刚才我说的气话 我呀 要活罗承 老爷子 您为什么还要活罗承呢 你想啊 我要把罗承啊 捉住之后 装紧木龙秋车 亲自压到北平府 我去质问罗义 我问问他 当初你三泛中原 要不是我杨芳帮忙 哪有你今日的王位 何说你罗义就这么报恩呢 你叫罗承这么一个儿子 现在我给你送来了 你看该怎么办吧 东方博士越听越有气呀 老王爷 罗承把我哥哥都挑了 您还怕他们家绝合吗 别瞧我儿子死了 我还有两个小孙子呢 我们家不至于绝合 罗义就这么一根毒瘤啊 还望你大人大义 宽恕于他 好 东方博一跺脚啊 老爷子 既然您说到这儿了 我去给您捉拿罗承 来啊 你们好好伺候王爷吃喝 我去去就来 东方博拢丝将任等班杨上马 一抬腿摘下大砍刀 往前一撒马 直奔率台 到了率台之前 东方博勒住坐地 抬头一看 罗承站在率台之上 是得意洋洋 东方博抬头高声寒嚷 罗承 你给我下来 哈哈 罗承一阵冷笑 心说东方博还真来了 表哥 诸位将军 你们看 率台之下 这小子就是东方博 我恨疯了他 请你们在率台之上 稍候片刻 我去要他的残喘性命 说完罗承不等秦琼说话 脉步 腾腾腾走下率台 龙斯将任等邦安 秤化白龙君 摘下五构神飞枪 望前一催马 马望上撞 直奔东方博 东方博就赢过来了 罗承啊 这儿孩儿地方太小 咱们俩动手打不开 我望南去了 你要是追我 你是君子 罗承啊 你要不敢追我 你就是匹夫之妹 东方博 你上哪儿去 你家罗爷爷也不在乎 今天我饶不了你 东方博拨转码头 往正南就跑 罗承催马就追呀 琴穷琴叔宝 在率台之上心中一动 刚要喊 可是瞧见罗承的马 已然跑远了 东方博在前边跑 罗承在后边追 两个人一口气 就跑出了同期镇 又跑出了四五里地 东方博拨转码头 双凳扣住 罗承 你我撒马一战 东方博大战罗承 下回再说